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同黄子华 许子山以及许少雄等人合作参演搞笑剧集My Shin Lady加入TVB以后 不知不觉杨诗敏已经在无线默默拍戏八年了 然而据港媒最新报道 近日杨诗敏已经低调离朝了 据戏打开无线官网的女艺人资料页 可以发现有关杨诗敏的照片以及资料已经全部下架 一般按照无线的规矩 这种情况有90%的可能都是离朝 随后记者也在第一时间通过电话联系到了杨诗敏本人 而他也在第一时间承认了此事 据他透露 目前他已经离开TVB 正式恢复自由身 最近他正在忙于歌曲和舞台剧的工作 多谢大家的关心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自想门人曾志伟突然宣布回朝担任副总经理 以及徐永山调离综艺科之后 无限高层的变动可谓是风起云涌 受到外界强烈关注 而一向稀采的曾志伟对于杨诗敏其实也相当重视 早先更有媒体报道 曾志伟在贺年节目后台 更是单独找杨诗敏聊天 可见对他的重视程度 然而曾志伟上任一个多月后 杨诗敏就决定离朝 实在令外界有些匪夷所思 虽然此次突然离开服务八年的老东家 但杨诗敏也表示他和TVB属于和平分手 也非常感谢这些年TVB给他的机会 目前他和大台关系依旧良好 当然也不排除之后可能再度回朝 杨诗敏于上世纪90年代末毕业于香港演艺学院 因此也属于专业的科班出身 毕业之后 杨诗敏一直跟着香港各种不同的话剧社 舞台剧社有着密切的合作 因此多年来的舞台表演也为他积累了不少经验 毕竟能够演舞台剧和话剧的演员 演技都值得推销 自2013年加入TVB之后 杨诗敏参演了多部热播剧集 向大家熟悉的反穿乐剧《超时空难尘》 口碑剧集《BB来了》 台庆剧集《士干的法官阁下》 以及前段时间在网上播出的《爱美丽狂想曲》等 虽说在剧中杨诗敏都是配角 但正所谓红花需要绿叶的衬托 杨诗敏还是用自己精湛的演技 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杨诗敏在屏幕上大多时候都是搞笑 为观众送去欢乐的形象 其实私底下他也是经历了很多的不如意 当年他同经理人邵子峰爱得相当高调 即使对方患有躁愈症 杨诗敏对他也是不离不弃 甚至为了男友他还疯狂减肥 三个月就瘦了二十斤 但最终这段感情还是以分手收场 分手之后心理善良的杨诗敏 还一度与邵子峰加班情侣关系 同邵子峰回家过年见家长 可以说是相当有心了 俗话说得好 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 相信离开TVB后的杨诗敏 也能发展得越来越好 虽说杨诗敏的长相 算不上什么绝世大美女 但他身上仍有不少的闪光点 最后也祝福杨诗敏以后的演艺事业 能越来越顺利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 感谢观看